在二十多年前 当我的事业都很顺利 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 那我的身体出了警讯 就在一个机会里面 我接触了 劉久元博士的生机饮食 让我开始 在台湾推广有机的这个概念 严先我只是单纯的分享 有机的饮食对我的帮助 和调理的方法 没想到就抱持了这样喜悦的 小小的分享 却超乎我的意气 让棉花田一路走到现在 在全台有将近七十家的门市 而有机的概念 更能够广受到大众接受 有机已经不是一种概念 有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 棉花田今年二十五周年 我深深的感恩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跟爱 一路陪伴我们走到现在 让我们能够在有机友善环境上 继续努力 从最早的二十五年前 分享有机饮食教学 就获得许多学员的喜欢 一路走来 我们都在实践有机的生活理念 让有机走入人群 有机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空想 一路走到现在 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成就 需要的是许多工作伙伴的奉爱跟努力 更重要的是在场各位继续的支持 以分享 爱能够成就一切 因为我们热爱大地母亲 珍惜重视有机对大地的呵护 我们因为热爱健康 努力推广有机饮食带来的好处 这一棵种子已经开始散播在台湾各地 因为你们的滋养而花芽 二十五年来 我们已经让这棵小小的芽长成大树 我永远保持着创立棉花田的初衷 健康快乐爱 谢谢你们与我一起走过这么美丽的旅程 让我们在今天好好地欢庆 二十五岁的棉花田 未来有更加美丽的风景 也让我们一起创造 我爱你们 棉花田生日快乐